你剛好, 復興了 大雨了, 像八號風球一樣 對, 原來天文台改過三號風球 一月左右打風都被我們遇到 算是很難 幸好剛才沒下大雨之前 我們拍攝了一些, 否則今天就浪費了 你回來了, 古今 剛才你阿姨打電話來說有急事找你 阿姨打電話來這裡? 是的 不是因為這裡的接收不好嗎? 可以借電話用嗎? 隨便吧 我有一張毛巾給你們 謝謝… 不用了, 收不住 阿姨, 找我有什麼事? 你爸爸出事了 阿姨, 你別哭, 爸爸有什麼事? 你爸爸, 你中山撞車 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我又沒有回鄉 中山醫院我在哪裡? 我和和兒子現在上去 你別緊張, 阿姨 我有消息通知你 阿姨, 他有什麼事? 爸爸在中山撞車進去醫院 你有沒有回鄉親在身上? 又在 我現在和你立刻上去 你們搞定一點 行…我們搞定, 你們先出馬頭吧 陳先生, 你幾點的船? 你要走了嗎?沒有船 沒有船? 阿金峰, 很大浪 杜可少人公司宣佈 往來南一都的船停滯 那怎麼辦? 那豈不是發不了出事推? 你叫船風走了之後, 才有船 謝謝 陳哥, 現在怎麼辦? 大風大雨我們走不了 我們可否找直升機來接我們? 哪裡找直升機? 找飛揚服務隊嗎? 傻子, 人家夠傷的 我們沒有病沒有痛 人家怎麼會理會我們? 不試過怎麼知道? 電話幾度好嗎? 電話幾度好, 找吧 我如果網上無法收藥 行了, 我先打電話公司問 公主, 細發活人天上的 你不是在他身邊, 你怎麼知道呢? 陳哥 爸爸年紀這麼大 我應該叫你跟他上去 為何留你在這裡工作? 這天最壞都是我 幫主, 暈走了 飛揚服務隊說 飛揚急事故不會出動 幫主, 進去洗臉吧 不管幫主不做得好 遇到家人有事, 真是無能為力 如果現在有一雙翼給他 他會炒到背後飛回去 幫主, 古Sir回到香港了 你快過來瞄修人心醫院吧 放心吧, 這麼快 這麼多回到香港 忠先生都沒什麼事 爸爸, 怎麼樣? 在裡面監察 明哥, 你怎麼說在這裡? 陪古Sir上中山的五哥 是我大購 細姐叫我負責聯絡 阿板, 他知道古Sir出事了嗎? 他在救入院手續 你自己問他 你們來了? 阿板 阿平姐哭了, 眼睛都腫了 我叫媽媽送他回去休息 那古Sir… 你們先不要進去 讓阿幫主進去看看古Sir 我們別妨礙, 我們去餐廳等消息 好, 你有什麼打給我? 好, 讓我看看 說實話, 為什麼阿細會知道古Sir出事? 難道我不是幫助說的? 不是…平姐說她知道的 細姐知道了 就馬上自動波向中山找古Sir 不是幫主和細姐有事嗎? 上次在錄影廠 還以為他們罵了膠鐵 你當阿細這麼小器嗎?神經病 古Sir也是阿細的朋友 他有什麼事阿細也擔心 幫助跟阿細有什麼爭辯 都先放在旁邊 不過話說實話, 細姐真是真的 我打上中山幾次, 什麼都搞不定 細姐一上去三爬兩撥 就安排了救護車 從中山車的古Sir回來香港 你說是不是真的? 請來見 謝謝你 拍什麼戲? 這次全靠你 我都沒做到什麼 你一個小女人單人批馬上去 還幫我弄好所有事情? 不知是否以前經歷太多這種情況 所以把膽子捏得很大 阿拉蘇以前欠大二撥數 試過被人上門用牙籤和膠水封鎖匙 弄好紅油 我一個人在家裡 試過五天沒出過街 都還清了所有的數 遇到爸爸在台灣出事 我一個人飛過去搞死亡證 要找相關部門 想想怎樣找他回來 有多少手做, 多少人要聯絡 最初真的覺得很旁鵝, 很無助 但是哭著哭著就學會 原來哭著是沒用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心裡就變得沒那麼容易慌 沒那麼容易亂 先生, 請問你是不是 古力行的家人? 我是他的兒子 好 我替你爸爸做了一個詳細檢查 他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腳有骨裂, 我們幫他打了石膏 你可以等他麻醉藥過了之後 再進去探討他 謝謝醫生 別客氣 沒事了 你去看看 謝謝醫生, 你去吃飯了, 還煮什麼湯 可以了 你的 謝謝 在吃飯嗎? 很明顯 有些事想跟你聊, 吃飯找我 不如現在我也有些事想找你 有鑊飯 在吃飯 先吃 我先吃飯 想不想? 想 你又知道我說什麼? 兩個人朋友 就是 這次不枉阿世冒著險去中山照顧他吧 當一個男人忙到焦頭爛牙的時候 有個女人在背後默默地幫他打碟一切 作為一個男人, 不得不認輸 你猜幫主會不會因為上次罵阿世 會說對不起呢? 以古曉神的性格? 給我 給我 是醫療嗎? 我幫爸爸撿一些日用品去醫院 看你上次沒有拿走 這張碟應該是麥歸原住的 謝謝 是呀, 待會拍完八時入籍 我跟焦偉是不是要留下來 拍新的一輯宣傳海報? 是呀 不知道期刊可否改 攝影師都預約了, 給我一個理由 我煮了赤少豆粥筍湯 打算拿去醫院給古Sir 可以替他骨折的傷口復原 不過, 不行也不要緊 我可以叫拉叔拿去 你拉叔可不可以搞得住 那, 讓我想想, 遲些回答你 好 守祖, 待會補充很多鏡頭 神哥, 已經開曝光攝影師到了 神哥, 還沒拍完嗎? 我還有幾個鏡頭, 怎麼了? 趕時間嗎? 不是, 不過丁娜姐那邊 催我過去幫我營燒開鏡花水 你們這邊早點拍完的話 放我走, 我好早點 反正丁娜姐趕著用你 我還有幾個鏡頭 你先去丁娜姐那邊吧 我遲些再約你 你肯放我走? 我也不想要手足難做的 你先走吧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再約… 謝謝 神哥, 你就這樣就放她給娜姐 你知不知道我很難才預約她 難預約就再預約了 今天有點時間, 先趕著去房間吧 你什麼事要做酒? 他煲個湯給我爸爸, 要拿去醫院 手足夠了嗎? 我想先插個部機, 等等 好 我先撿一下他的樣子 笑什麼?放你早走 因為你煲個湯給他爸爸而已 你想說幫助假公仔試嗎? 是呀, 我還在生他 上次令我吃不到那條黃花魚 他自己也沒得吃而已 怎麼了? 都被嚇死了 剛才在房間, 他替你殺了嗎? 你覺得幫助會開口跟人家說 對不起這三個字嗎? 沒有, 你會放他嗎? 他沒開口說而已 他剛才行動做了 行動?什麼行動? 至少他對著我 不再用公事公辦來劃清界線 回歸基本步也算是一種進步